好我们这次讲点什么呢 这次呢讲这个表情的制作 上次看了一些单色的图标 这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情怎么做 怎么做呢 首先就得新建一个文件 对吧文件新建 多大呢 我们不用这些这些设置 我们使用像素 200像素乘200像素 200像素是一个标准的表情 因为它是像素 所以就无所谓200乘200 就无所谓横着竖着 对吧一回车 这样就出现这么一个东西 从中心选用圆形工具 从中心 你看这是不是中心点 智能参考线有提示啊 按住out跟shift 就画出这么一个圆了 这就是一个圆 对不对 这一个圆呢 可以设置它的颜色 设置它的颜色 然后呢 就是可以设置它的表情 对吧 比如说我们先做一个微笑的表情 就这样 这是微笑吗 这是一个生气的表情啊 想把它窝弯了怎么办 shift加c 或者在这里边 这不这个吗 shift加c 把它窝弯了 好 笑 可以的 这样就完成了这个表情的制作 当然 我们如果说想要更好看一点 那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 变粗一点 把它 设置成 端点是圆滑的 然后呢 这就是 这样的表情 当然这个外圈呢 也应该是 这样的东西 对吧 我们还可以在里面加一些眼睛 加眼睛 这个眼睛就得 稍微降下来一点 然后 移动工具 在这儿 然后 它里边是白颜色 对吧 这边是白颜色 然后 这边呢 也是 这边这边可以复制粘贴 然后这里面呢 有一个黑颜色的眼珠 黑颜色眼珠 这就是黑颜色 这是一个表情 可以 看哪了 看 看一侧 看这个 它又不能太偏 这个和这个可以 可控制加c 打个组 打个组之后呢 对于这个组来说 对于在这个组来说 Ctrl C Ctrl V 这就出来这样一个东西 对吧 就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这样的东西 当然 它这个 可以调它的位置 对吧 这个东西 调它的位置 调它的位置 然后就 按照 假如底下嘴也想改变一下呢 那就是画呗 这不是有钢笔工具吗 连接这个路径 你看这是新建 对吧 新建 路径 这是什么 这是连接路径 连接这个点和这个点 哎 这样是不是就出现一个嘴了 把这个嘴选中 选中之后 设置这个嘴 什么呢 这个嘴 它的描边是 这是圆的 对吧 里面什么颜色呢 里面是红的 里面是红的 我血喷大口 这样是 可能红里面 又没这么红 是吧 红里面 它这个 饱和度酱 是吧 要不然这个嘴太抢戏了 这个嘴里面有什么呢 有两颗牙齿 举行的牙齿 举行的牙齿 是白的 白的 这个线变细的 如果没有线呢 就这样 哎 没有线 没有线 这线变细 一个小数 感觉到吧 这是一个牙齿 按住 奥的键 是不是就以前学的这些方法 对吧 哎 哎 是不得C 可以调这个 这个角度 哎 这个嘴 这样 是吧 这边呢 把它 哎 这 这边呢 调这个 A工具 调 对吧 调 调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当然你说 我想把这个牙呀 搁在嘴里边 怎么办 牙搁在嘴里边 这就是 想办法呗 要不然你可以把它 线条扩展出来 对吧 就首先 这两颗牙 再加上这个嘴 Ctrl加 自己来打个组 对不对 然后对于这个嘴 对象 然后扩展 扩展开来之后呢 这个他不就 分开了 分开了 他应该在什么 这两颗牙 应该在什么位置呢 应该在这个 这个的上面 这个下面 你看这个 进去 进去 这个是不是 哎 这圆 圆圆牙 你看 这个位置 是不是就对了 这个也是 哎 他这个取消掉 这个牙 把它用圆化 它就 放上去 对吧 放上去 如果不想要圆 哎 这个位置不对 这个位置得放在这 对吧 说不想要圆牙 怎么办 用尖牙 那我就选中这个牙呗 选中这个牙 然后 删除一个锚点 然后把这个点 变尖 这个点变尖 然后把这个点拉出来 非常的尖 非常的尖 对吧 双击进去 就是不断的控制这个组 这个组是什么位置呢 这个组是 这个 嘴 这个组里边的 这个组 是吧 这四个东西 当然我可以 扛出设备夹G 取消打组 这嘴 就组里面就是 一个嘴边 一个嘴里边 还有一个牙 这样的 对吧 这样的过程 这个 这个我还是可以去 怎么样 还是可以去 选中它 选中它 然后去 删除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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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也可以做出一个 很尖利的牙呀 对不对 很尖利的牙 那这种牙就比较可怕 Shift C 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做成 圆滑的牙 圆滑的牙 那么如果说 我想在里边 再画一个什么 再画一个 这个舌头之类的东西 怎么办呢 那就 首先还得 隔离模式进去 进了嘴了吧 进了嘴之后 把这块有 画一个这个 这个颜色 是什么颜色呢 这个颜色呢 是没有这个 这里边呢 这个是一个深红色 这么深 这么深 深红色 好 这个深红色呢 位置放在 这个嘴的上 牙的下 其他地方用橡皮 橡皮工具 擦一擦 这不就成了 但是 但是你要注意啊 他只能选中 他的进行擦 别把人家给擦了 对吧 那个嘴边给擦了 那么擦完了之后呢 就这样了 这样就是 一个舌头的感觉 好 这次呢 就这个东西 画完了之后怎么办 文件导出 导出 一般来说呢 就是这个东西不能动 对吧 这个 这个 他现在不能导致动土 可以 把它 就是做成AI 然后在flash里做成动土 但是 现在可以做成JPG 比如说在桌面 我们把它保存成 哈哈 这么一个 JPG 然后 背景色透明 然后确定 确定 这个时候 其实就可以打开这个JPG了 对吧 那么这个 哈哈点JPG呢 就出现了 我们可以把它 这个导入到QQ啊 或者微信呢 或者一些聊天工具里面 或者一些什么地方 然后就可以直接用了 把它添加成表情就可以了 比如说微信网页版 挺有意思 这次呢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再见